各位大家好 中秋節快樂 今天來跟各位開箱一款模型 那它是處置於昌蟲的戰神 或是叫做昌蟲的法夫納 裡面的舊式主食法夫納 法夫納 マーク ニヒド 那 ニヒド是德文啊 德文的念法是 ニヒド 那可以看到呢 封面畫得非常的霸式 就是剛打鬥丸的樣子 那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設置是一樣是我們的 舊尾執官哥哥 舊尾執官 老師 那放到背面來看呢 你就會看到一個 非常霸道的台詞 オマエワ ボクロモノダ マク ニヒド 就是 你就是我的動詞 マク ニヒド 非常霸道的台詞 因為這個肢體 算是有點不受控制啦 所以它是一個大魔王的肢體 可是後來又變成我們的 另外一個主角 階層總是炸實齁 因為組裝模型要再花一點時間啦 所以今天就 稍微跟大家開箱一下就好了 那片子應該還要在兩到三天的拍攝時間 它是一個像抽屜一樣的方式打開來的 哇 哇 那可以看到呢 這個框架尾執也是非常的豐富喔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好像金屬綠的零件 應該是電鍍吧 不知道欸 再研究一下喔 還有一個是用這個刺拋紙包起來的 這應該 不知道欸 好像也是半透明的零件才對 只是它背後再上銀色的 塗裝 就跟剛剛那個零件一樣啦 那這些就是它的 比較主體的顏色 紫色的配色啊 透明紫色的一個圓環 灰色的這好像是 那個那把晶的零件 那這是它背後的這個尾巴的尖尖 那也有玉塗裝啊 那也有玉塗裝啊 應該也是五次的零件啦 灰色的零件 一樣是紫色的零件 應該是尖板的零件吧 這個是尖板上面那個圓圓的零件 這應該是腰部的零件 那好像是手臂的零件 也是紫色的零件色 喔這個是它尾巴的那個 背後的尖尖 那也有透明橘的型態 它這把劍就跟主角的一樣 所以還算蠻特別的喔 因為我印象之後 它很少拿這把劍 這個不知道欸 應該是五次嗎 再研究一下喔 這個是劍裡面的那個 電光電磁波的零件 喔還有一些電線 最後就是說明書的部分 喔喔原來是組裝成那個 旁邊那些翅膀的配件 不錯 還有一張說明書啦 畫得非常的精緻 還不錯 非常有魔王的刺激 那就開始組裝吧 今天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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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